刚刚发布的问界新MT-Ultra 到底有哪些征集 后排程座的体验好坏 又如何判断 那今天用这辆问界新款MT-Ultra 来一场环山挑战赛 第一届小CJ环山挑战赛开始了 赛事规则 确保道路安全像素标准内 分别通过联系角度带 扣拉路顿 40度斜坡和多重S弯 好了 准备就去 我们出发 那后排这娱乐大屏得用起来啊 来 我们看一期最先出路顿像素 这句索 目前我们在上山阶段 通过窗外很明显的感觉到 道路狭窄和不平 但是在车内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 眼睛看着屏幕也很轻松 不会来回跳动 这个场景我经历比较多的 大概就是在车上用手机玩游戏了 如果汽车底盘过于颠簸 经常是点不对位置 不是我菜 是车不行 现在是连续减速贷 底盘悬化的回弹非常的干净利落 但又没有那种硬碰硬的感觉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多重S弯路段 192也能更精准的识别道路及突发情况 这次新款的GFG Alpha 周级方向 真是把年轻智慧的家庭体验的面面积到 无论是柴米油盐 还是拥抱自由 它都可以做的 那一小一 今天是周末 带我去郊游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